有生命故事的声音 能改变生命的 能拯救生命的 翻天覆地的生命 二无反顾的生命 以声音 讲出的生命故事 源源不存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穿梭圣经内 主已发声 以真理生活 就上择路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 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 更加明白神的话语 成为一个遵行 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 上一次节目时间 我们查考分享了 希伯来书 十一章三十四到四十节的内容 我们先来重温 很多人 很多人以为基督徒不会经历痛苦 所以当苦难临到的时候 他们就会问 为什么是我 他们会以为是神离弃了他们 或者认为神不再值得依靠 其实我们都是生活在罪恶的世界当中 即使是信徒 都仍然会遭遇不少的苦难 不过神仍然是掌管着世界 神让一些信徒为信仰而殉道 又让另一些信徒得胜逼害 我们不应该问 为什么是我 相反 我们要问更加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 为什么不是我 我们的信心 和这个世界的价值观 是背道疑似 如果预计到痛苦苦难会来临的话 当苦难真正来到 我们就不会慌张 当我们知道主耶稣都曾经经历苦难 那我们的心都可以释怀 神是明白我们的恐惧 软弱和失望 神又应许永远都不离弃我们 又为我们代求遭遇苦难 迫害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完全的信靠基督 专一倚靠祂 或者有些人读了 希伯来书十一章三十九到四十节的时候 他忍不住惊叹 不会是吗 为主做了这么多事 仍然得不到全部赏赐 很难明白 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 经常被称为信心为人名录 好无疑问 作者的结论是令读者惊讶的 就是这些信心为人 并未曾得到神全部的赏赐 因为他们在基督降世之前 已经离开世界 在神的计划之中 他们将会和那些经历了不少试炼的基督徒 一起得到赏赐 希伯来书在这里再一次说明 基督教超越犹太教 因为神为我们预留了更美的事 神作出安排 叫旧约时期的信心为人 如果不是和我们同得更美的事 就不能够完全 就着罪恶来说 他们的良心从来未感觉到安全 而且他们都未能享受 在天上有完美荣耀的身体 他们都要等到我们 全部被提到天上去与主相遇的时候 正如保罗在《贴撒诺利加前书》 四章十三到十八节所说 轮到遂了的人 我们不愿意 弟兄们不知道 恐怕你们忧伤 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 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 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 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大乐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 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者活着完全留到主降临的人 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 有呼叫的声音 和天使掌的声音 又有神的号吹响 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 以后我们这些活着 完全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 被提到魂里 在空中与主相遇 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 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 彼此劝慰 旧约圣徒的灵魂 在主的面前已经得以完全了 但是他们还要等到主 回来接那些属神的人的时候 他们身体才会复活 到那时他们就可以享受 完全的复活的荣耀 从另一个角度看 我们的情况比起旧约的信徒有利 不过他们所面对的试验 是何等的艰巨 那他们的胜利又何等扣人心言 不要忘记他们英勇的事迹 和坚定的忍耐 他们是活在基督降世之前 而我们却清楚得知后来十字架的荣耀 但是相比之下 我们生命的素质到底怎么样 这个正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带给我们有力的挑战 神是顾念我们的 神是满有恩慈的 叫他们若不与我们同德 就不能完全 在旧约时期 神很有耐心地 按着祂的名字 将信心为人从世人当中呼召出来 这些人是真心信靠神的 而在新约时期 神就会继续呼召 愿意信靠神的人出来 直到教会完全为止 我们已经由希伯来书第十一章 看到世人和信心的果效 我要说 我不想听一个得够了一星期 一个月或者三个月的人 他所作出的见证 虽然我仍然会为他们得够感谢神 我想说的就是 几日之前 我收到一封听众朋友的来信 这位朋友告诉我 有一个在我刚刚开始服事的时候 信主的人 最近过了生 那他的追思礼拜当中 有人分享一个很好的见证 提到这位过生的肢体 是一位好人来的 生前都很有信心 那这位听众朋友 信里面告诉我 因着这些人的见证 又带了其他人信主 但我想说 都很好 如果由今天开始计起 三年之后或者三十年之后 你再回来告诉我 我听这些信主的人 他们一直都是凭信心地生活 一直到死亡 哇 这样就好了 有些人的信心 是没有经过试验 是未能确定 甚至不可靠 我们从经文之中 见到很多的见证 有些人生活了很久 他们是凭信心而活 就令我们看到 他们信心的果效 我还想强调 其实我不想再传讲 一些护教学的信息 都不想用这么多时间 去证明圣经就是神的话语 我想的是 单单传讲圣经里面的真理 求圣灵动工 透过圣灵将神的说话 讲给人听 我只要对他们传讲神的话语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我收到很多朋友的来信 告诉我 他们的信心 是恩着神的话语 而更加坚定 你不需要告诉我 信心多么重要 正如一位牧师 他曾经见证 现在我老了 我查考圣经很多年 你不需要告诉我 信心是有果效 其实我们知道 信心是有果效 你看回 当年科学家 做出第一只飞机的时候 即使亲眼看到飞机 在天空飞长 现场都依然有人说 我简直不敢相信是真的 今天有很多人 在灵性上面 好像蝙蝠一样 其实是盲的 他们说你证明给我看 如果你够诚实 愿意离开罪恶 归向耶稣基督 接受他成为你的救主 那我就愿意花多点时间跟你谈一下 因为没有人必须 向你证明什么 你会知道信心是有果效 我们周围有很多人都知道信心是有果效 他们会说 阿门 其实他们知道信心是真实的 是实在的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有没有从虚架当中走出来 进入到真理里面 你知不知道耶稣基督 真的可以帮助你 接着来 我们会进入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研读和查考 我们会一起来看 希伯来书里面 比较实际的一个段落 经文就讲到基督给我们的福气 以及我们的责任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信心 第十二章就讲盼望 第十三章讲到爱 在第十一章那里 作者介绍在旧约当中出现的信心为人 来到第十二章 作者就集中去关注基督徒的实际生活 作者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比喻为向着终点一直奔跑的一场竞赛 并且劝勉信徒要以基督作为榜样 不要落后 要继续跑下去 菲勒比书三章十四节保罗说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女 从上面照我来得的掌赏 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 保罗又说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 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 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 这里告诉我们以下两点的教训 第一 新约信徒是在最佳的条件之下参赛的人 第二 信徒有必要不断省察自己的信心 正如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十三章五节所说 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 也要自己试验 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 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 中环圣经教导 涂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 川越圣经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二节 经文说 我们既有者许多的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容易潜累我们的罪 全心忍耐 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在之前希伯来书的第二章 我们读到随波逐流的危险 换句话说 如果只是做一个听众 我们就很容易会随波逐流 对神的救恩也毫无反应 现在我们来到希伯来书 接近尾声的高潮部分 作者在这里对信徒提到 一种静止不动的危险 他的意思是说 来了 我们要加入比赛的行列 采取行动 不要随波逐流 我们都是参加比赛的人 我认为基督徒生命当中 最大的危机之一 就是静止不动 你知道吗 在遥远的北极 如果有人因为极度严寒 而失去知觉 他就会有冻死的危险 而这件事的过程 是这个人首先陷入 分岁的状态 那个时候他必须 跟瑞尔对抗 他要不断的活动 保持自己清醒 不是的话 就会被冻死 就着熟灵的意义来说 信徒遭遇到的危险 也是一样 我们都要千方百计 强迫自己 保持清醒 每一日 和基督都有亲密的关系 不是的话 就会在熟灵的道路上 睡着 昏迷 迷失方向 我很喜欢讲一个故事 有一位年老的农夫 他参加一场报道会 报道会那里 一个姐妹 站在身作见证 他说 二十年前 主就充满我的杯 从此 再没流入来 也都没流出去 坐在后面那个老农夫就说 我信 看看 你现在那只杯 装满了污蔚 装满了虫 其实这个或者都是今天 很多基督徒的情况 他们说 主充满了他们的杯 但是 又没有 流舍满日 只是一直维持 原状 那我就同意 这位老农夫 所说的 很多人夸要自己 说福杯满日 他们不知道 原来那只杯 装满的 都是污蔚 都是虫 既有 这两个字 是提醒我们 要采取行动 凭信心 为什麽 既有这两个 好像 不显眼的用字 当同前一张 连接起来之后 他又带出下一张的内容 产生 承先 启后的作用 我们既有 这许多的 见证人 如同云彩 围着我们 很多年来 我都认为 这里的 见证人 所指的是 旧约的圣徒 他们当中 有很多人的名示 在十一章的 信心英雄榜 那里出现 而今天 他们坐在 看台上 欣赏着我们 奔跑天路 我以前是这样 觉得 他们 欣赏着 观察着 我们奔跑 这场 基督徒的竞赛 不过 整件事 看来 很无聊 不过 现在 我有新的看法 我不再 是这样 看待这段经文 当我对 这段经文的 认识 有了改变的时候 我想 首先 讲个故事 给你听 很久之前 有一个 著名的教练 他手下 有一个球员 这个球员 有两件事情 相当出众 第一件 就是 他很忠心 参与 每一次的 训练 他总是 第一个 来到球场 又是 最后一个 先离开 但是 他都还 未曾有 机会 成为球队 正选的 一份子 因为 他依然 未够 优秀 和出色 好了 第二件 看到他出众的事情 就是他爸爸 经常来 看他 大家 经常见到 他们两父子 搭了肩膀 在球场附近 来到 去散步 聊天 大家聊得 很投入 大家都注意到 认为 这件 是美好的事情 有一天 教练 收到一封 电报 说这个男子 的爸爸 过了身 教练 要负责 将这个 坏消息 告诉这个 男子 于是教练 就将男子 叫过来 告诉他 这个消息 当时 这个男子 相当震惊 他就安排时间 尽快 赶回家 去参加 丧礼 但是 在下一场 比赛的时候 他又能够 赶到 回来 不过 依然 是坐在 后备的 冷板 凳上 接着 他跟教练 说 教练 已经是我的 第四年 也是我在这里 最后一年 我从来 没有出过场 今天 可不可以 让我出场 几分钟 参加一下 比赛 教练 看在他爸爸 刚刚过身的 这件事情 份上 就让他出场 想不到 这个男子 后来 更加成为了明星球员 教练当时 完全都估计不到 这个男子 打得这么好 还好过 很多球员 所以教练 一直都没有 把他再换出来了 比赛结束之后 教练 把男子 叫在一边 跟他说 我从来 没有见过人 好像你 打得这么好 不过 之前 你打得 不是那么好 到底发生什么事 那男子 就说 教练 你知道吗 我爸爸 是一个盲人 而今天 这一次 是他第一次 在天上 看到我 打球 如果这段 经文的意思 是说 让我们先离开 世界的 旧约圣徒 就是这样 坐在看台 看我们比赛 的话 我觉得 这种解释 不正确 这些见证人 不是坐在看台 上面 其实他们 是跑完了 自己的竞赛 之前他们 都是跑道上的 选手 在第十一章 他们就是 那些 凭信心奔跑 天路的人 当中 有些被视为 成功的人 因为他们 凭信心 跑完全程 得到胜利 不过又有一些 在过程里面 忍受苦难的人 世人会说 他们是可怜的失败者 其实 他们同样 都是凭信心奔跑天路 虽然他们 过程中 忍受苦难 被刀所杀 但是 他们仍然是 伟大的英雄 他们在 信心的路途上面 成为 我们的见证 当我们再读 第十一章 我们知道 旧日 还有很多见证人 好像作者所说 要一一列举名字 时间就不够了 他们都向我们 作见证 鼓励我们 凭信心奔跑天路 凭信心 去过生活 因此 基督徒的生活 好像参加竞赛一样 基督 是通往神的道路 一路上 基督徒就要 好像基督的精兵 站立得稳 我们要好像赛跑的选手 在人生竞赛上面 不断向前奔跑 有一天 奋力奔跑的信徒 都将要被提 好像越过太空 飞入新耶路撒冷 那里 作者这段经文提到 最有效的信仰 竞赛方式 是信徒 每一个都应该有的态度 他说 既有者许多的见证人 这里的见证人 是指 在希伯来书 第十一章提到的 信心为人 他们是通过自己生活 见证了信心真实 即是说 信徒是可以 借圣经的话语 证实信仰前辈 他们信心的历程 更加要因此而 勇往直前 通过这段经文 我们可以知道 所有世代的一众信徒 应该将圣经 作为真理的教训 来接受 正如保罗在 罗马书十五章四节讲 以前所写的圣经 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 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 可以得着盼望 读圣经 研习圣经 对于信仰生活来说 是十分重要的 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基督徒为了在 决定自身命运的 这场重要比赛当中能够得胜 都要拿走 妨碍生命掌进的障碍物 全心忍耐 不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这句指出 不要因为在信仰比赛过程中 所伴随出现的痛苦 或者诱惑 你就放弃比赛 你是应该忍耐 克服各种试探 因为神给了我们忍耐的能力 信徒的忍耐 又令到信徒更加热切盼望 神将要刺下的上辞 仰望为我们信心 创始成终的耶稣 这句的意思是 一众信徒 可以藉着仰望基督 成为属灵的得胜者 基督胜过十字架的痛苦 得到坐在神右边的荣耀 免得疲倦灰心 这句就劝免圣徒 因为严酷的迫白 丧失战斗能力的时候 更加要思想 为我们受苦而得胜的主耶稣 从中得到力量 可以忍耐到底 纵使我们遭遇 更残酷的苦难 当思念耶稣所身受的痛苦 我们都能够忍受下去 信徒能够奋力 走到信仰历程的终点 都是藉着在他们生命当中 动工的圣灵的能力 我们必须谨记 希伯来书是写给那些 正正是面对着 迫白的犹太信徒 他们既因着基督的缘故 放弃了犹太教 因此遭受强烈的反对 他们可能会误以为 是因为神不起悦他们 才令他们这么坎坷 他们可能因此失望放弃 最可悲的就是 他们回到种种的宗教礼仪上面去 基督徒不应该以为自己的苦难 是前所未有 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所提到 众多见证人 由于对主的忠心 结果就陷入重大的苦难当中 但他们都一一忍受 虽然他们的条件 不像得我们有利 但仍然白折不闹 继续忍耐 我们这些早就已经享受到 更美信仰的人 豈不是更应该坚忍下去吗 这些信仰为人 就像很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绕我们 那不是说他们好像观众 要拆看世上发生的事 其实他们是以自己的信心 忍耐完成的生命 向我们作见证 并且为我们留下 极高标准的榜样 这段经文 经常会引发下面的疑问 在天上的圣徒 能够拆看我们在地上的生活 并且知道地上发生什么事情吗 怎样去回答 我想我们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 当有罪人得救的时候 他们真的知道 正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 十五章七节讲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 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交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二人欢喜更大 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一场赛跑 需要纪律 需要忍耐 我们也必须拿走 妨碍我们的东西 重担 它本身未必是有害 却妨碍我们长进 这些重担 可以是所拥有的财物 或者家庭关系 或者舒适安逸等等 奥林匹克运动会 并没有规定 比赛当中 不准带食物带饮品 不过赛跑选手就知道了 带了这些东西 一定不能够取勝 我们应该脱去容易 潜累我们的罪 这里可以指任何一种罪 不过最明显 应该说不信的罪 我们必须完全相信神的应许 绝对相信 信心的生命必定得胜 我们不要以为这场赛跑 只不过是轻而易举的短途赛事 也不要以为基督徒人生 一切都未好乐观 于是我们要一直维持住 一种忍耐坚持的信心 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 我们继续研习 欣赛来书 愿主赐福保守你 有恭喜的信念 中文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